在这个我们的类别里面 所以呢 你就不需要再怎么做input 你会发现只要是lag开头这个套件里面的类别全部 都不需要做input的动作 那不需要input的话呢 也就是说第一个不需要input 第二个呢 他也不需要宣告 因为他已经隐含进来了 所以呢也不需要宣告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只要放 这样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取得什么现在日期时间OK 所以更精简的话 甚至这边可不可以不用宣告了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边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取得时间更简单直接执行 按确定 那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所以总共我们会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 最冗长版本 这么冗长 当然这个是循序渐进的这个是标 标准的java写法 那第二个是简化什么 简化这个我们 date format格式化部分 第3个什么 再把date 改成那个 system.column time minus 所以会有三种写法 让他越写越简单 越写 所以最后的话 考试基本上如果抽到这一题的话 当然 这个国产各位可以看状况 反正三种写法写出来都是有分数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试试看 好 好 谢谢 我